谈谈美团 昨天宣布了一些 騎手劳动安全保障的相关规则 主要是让騎手多些接单的选择权 以及让他们更合理、宽松地 安排自己的配送时间 现在一个騎手 可能一次过要接比较多的单 但现在他们可能可以自行设置接单上限 昨天美团的股价也跟随大市下跌 跌了3% Jason 你分析完整个 这是外门报道 内地媒体报道 未有实质的方案出台 你觉得这个消息或者这个方案 对美团未来的经营有多大影响 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团自己做的 所谓自律性的措施 因为过去这一年 其中一个监管针对外卖平台 就说对于騎手方面的劳工保障 要提高 之前说美团也好 饿尿摩也好 最大为人救病的地方 就说基本上他们就只是为了生意 就很漠视那些騎手的利益 可能就说他们一定要准时要到达 或者是规限配送的时间 是一个很短 根本上你一定要开快车 才能够到那个目标 否则如果你够不到的话 又可能被人罚款 跟着人家给一个差评 又要额外扣钱 这个就很难做的 但当然你说对于本身美团 或者这些外卖平台 你之前把标准收到这么紧 你固然可以一天里面 接多很多单 或者可能你騎手相对的 平均成本可以降低一些 所以你说现时去做这些新的措施 或者可能给这些騎手自己去选择 究竟一天接多少单 或者高峰期可以设置一个 所谓接单的上限 甚至可以订一些所谓 红灯的额外补贴 如果你说配送的时间 突然之间遇到很不幸 有些交通意外 有些多了红灯 亦都可以叫claim法 就可以令到你的配送时间 可以延长一些 又不需要被人扣钱 但是在这些措施下 对于美团的平均成本 就一定是无可避免会增加 但是你说幅度是否很多 当然看下来的那个污是怎么订 但是之前有个比较大的关系 就不是说这些措施 就可能连騎手本身的工资 又说要加 又要帮他们买很多的保险 那这些的情况 我觉得是会更加关键的 所以今次的媒体也有报 就说可能做了这一轮之后 下一轮你就要帮那些騎手 可能真的要强制买一些 比如工商保险 那类的一些产品 所以对于美团这方面的成本 是会有些压力 但以整个社会层面 或者保障一些劳工阶层的层面 我觉得有无可厚非 刚才我们就谈过美团 Katy跟进的 她昨天147元拿了货 她说想看位置走 应该是什么价位呢 147元买就不是贵 赚钱 现在也有钱赚 我觉得这个股份 如果你短线 线钢当你短炒的话 就看回之前的阻力区 比如170多元这些价 就可以考虑去走 我自己觉得美团 接下来公布1st quarter的业绩 当然你看到的盈利 一定不会特别好 因为3月份始终有些疫情影响 对于外卖平台来说 是一定有个影响在 但是我觉得会有少少一些 可能意外惊喜 比如在一些新业务的投资上面 有机会会进一步收窄 因为现在很多 我看回很多的报道和分析 都提到这些平台 现在就做一些所谓的社区团购业务方面 就不再说盲目去expand 之前打算打很多城市的 现在很多都慢慢缩回 就可能某几个城市集中搞就算了 还有在一些补贴 销线上面 就不再说投放那么多 这个我觉得 对于这些新经济股来说 是其中一个 现在市场上 未完全是price in 的 一个利好来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些价位拿着美团 就不用太担心 那么短期 当然啦 如果你真的不想拿太久 那你又打算拼短炒呢 一百七十几元就可以考虑去到吃粿糊去 vagy那 都不想拿太多了 不想拿太多了 也不想拿太多了 这些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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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